新北市石定有一位外出打拼的上班族 姻缘忌讳自创了DIY的袜子娃娃 她回到石定老家创业 还可以就近照顾年迈的双亲 而这袜子娃娃也意外地让石定老街重获新生 每个袜子娃娃表情各有不同 就像每个人都有心事 至于她在想什么 可以试着猜猜看 她不需要有很多的言语或是动作 可是你就可以很懂她到底要表达什么 这些全都是林淑芬自己手工制作 平常只有三分钟热度 没想到一遇到娃娃手却停不下来 那时候是为了记录自己到底 东西可以在自己的心里面 就是维持多久的这种热度 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 在她的身上做编好这件事情 每个娃娃都是她生命的记录 原本父母相当不看好她 但这反而让叛逆的林淑芬充满动力 她觉得你既然要开店 你就是要做生意嘛 那你做生意就是要赚钱 那你靠自己的力量 你这样一阵一阵风 然后你能够赚到什么钱 最后被她的坚持给打动 林淑芬和她的袜子娃娃 将持续丰富 实定老街的色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